哇 太香了 我不断地带昏狂的硬核鱼 真的很漂亮 爆漿 所以你们 我们又来盘核牛了 上次的核牛上线以后就换车了 然后做了一个退款不退货的处理 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学习 我们今天再涨核牛 然后找了一个 专业的核牛贸易商 宗宗 这次呢 肯定能为大家带来 性价比高 产品质量过硬的牛排 肯定换不了车了 要是换车了 宗宗杯 这个锅 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 上哪我们就不卖了 就做常规的西冷跟野肉 这是两个比较经常吃牛排的部位吧 传统牛排部位 这些就是宗宗为我们推荐的性价比高的产品 我们切开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 这块是WR8加的558厂的西冷 这个肉在市场上算好了吗 算非常好了 上一次呢 我们切的是1.2的 太薄了 然后这一次呢 我们要切两厘米的 先手的话 建议就是两厘米 如果厨艺比较高的话 越厚越好吃 那这个就是选耗了吗 对 这就是选耗 现在调了两厘米 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花纹 这个WR的话非常漂亮 它是纯种和牛 纯种和牛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漂亮吧 这个品牌基本上都是跳级的货 这个也是选耗的 那这个回头可以怎么处理 盆多了以后可以 这个特价 这个拿回去做烤肉粒 不建议板型的话一样可以建议看 一样可以建议 不建议这个不好看就是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两块你看油边有差 同一条肉的不同位 它切面都是不一样的 有点差对吧 它是自然生长的 这种油边这么厚的 修掉 修一个看 对 修一下 这么修的话 选耗真的很大 今天应该很耗达到多少 整体来说的话是15%以上 15%以上 来看一下这个肉 吸完以后是这样子的 这油边就去了很多了 非常漂亮 这三块肉切出来 它的板型看起来是不一样 但是它是同一块西冷切出来的 端头的这个是靠近眼露的 它的这个走势就有点像眼露了 然后中间这个是最标准的西冷 尾巴这个是有点像 同样的肉盖的 对 现在切的是WR8加的眼露 这个是端头的 切下来 我来切一下 能切到来吗 可以 试一下 我试一下 平均一眼走 这个切完不能切坏掉 切坏掉一片 很贵的 一片成本就是200多的 有话给你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尾巴还是得专业的人来吧 要是等下我的手费搞进去了 给这个牛排增加了鸡粉大马 给大家对比一下 两端是不一样的 这叫什么 野肉煤 野肉煤 这叫野肉鑫 对 是吧 这就是标准的野肉 然后这个是两端 一端是靠近西冷的 一端是靠近上脑的 等于说是头尾跟中间是不一样的 有区别 每一块肉都会有一个区别 这种就可以直接还我了 这种还要再修一下 稍微修一下 那你们这个确实修了 可以 这个野肉的水耗比西冷会少很多 少很多 大概再多 野肉大概在10% 这个修完以后还是很漂亮 油边小了很多 现在切的是商业槽的 M4-5的西冷 这个油边就比刚刚那个WR8加的就厚一点 这个油边得修 修这个要肯定要修 修啊 你这就靠你把控了 很关键 这个手号太大了 要是那个WR拿来这么切的话 是因为疼死掉 WR一般没这么多油边 OK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切的两个部位 三个等级的肉 来给大家对比一下 现在这个肉整体有点解冻氧化了 它就比较鲜红 拿到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黑 对 氧化下就比较亮 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 正常现象 0-3的西冷 这是4-5的西冷 花纹明显是有差距的 这个是纯种的 WRM8加 其实比很多9的都还要好 对对 它这个品牌跳级的货很多 跳级的货很多 但是我们还是当他们8的卖 然后这个是眼露 这个是0-3的 这个是4-5的 这个是WRM8加的 花纹还是差距还是挺明显的 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上次我记得是 4-5-6-7-4好像都看不太出来 对上次那个视频我也看过 感觉那一区的全品是有点问题 哦就他们每个品牌 它的品质版供都不一样 对对的 所以说导致了 它那个有的好的品牌 它就不会掉级 差的品牌 它可能看起来都不太好 就是好的品牌 概率低一些 哦 可以 那我们今天这个拿去试一下吧 好不好 我们直接在这个加工厂门口开稿了 这个漏应该解冻的都差不多了 正常的漏解冻完 它是有一点点这样子会 会有纹理 会散开的 原切漏才会这样 对原切漏 要教大家一下怎么解冻 这个东西啊 解冻的时候 这个包装要给它剪开 那它那个气压是正常的状态 哦 这样子的解完出来的牛肉就 最大程度的保鲜肉的汁 对 最好孩子要画在保鲜里面去 撕开以后 换一碗上 这样子解冻最好 当然着急吃的话 就直接这样套水冲了啊 对啊 如果说解冻完以后 牛肉有血水啊 用这个冲的 冲的吃一下 千万不能拿来洗啊 千万不能用水冲 一冲就坏掉了 冲会散 冲一下 而且味道也不一样了 对 我们先从低等级的开始 从M3它太多 你就再煎一下就可以了 应该是可以的 你看 这个已经是八九成熟了 七成熟 很熟了 这才七成熟 中间这个差一点 这块应该是很熟了 来 眼露 这块眼露应该是很熟了 哇 太香了 我不断地在昏狂的咽喉水 全熟了 先吃西冷吧 西冷的口感可能比不上这个眼露 它的风味会更足一些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西冷的汁水 哇 滴下来 粉丝先吃粉丝先吃 你也是我的体会 来 你先吃 怎么样 韧度可以 肉也很弱 简简单单的 加一点这个黑胡椒海盐 哦 粘太多了 西冷会比较有嚼劲一点 这个厚度它汁水特别多 会爆浆 西冷它口感本身就会比眼露会差一点 对 它的肉的纤维会比眼露熟的一样 所以这个M3的眼露 这个就是真的全熟了 非常熟了 熟的不要不要的 汁水跟那个西冷差了还有一点多 对 它那个熟度非常 你看这两个 这个呢是差不多七成熟系的 这个眼露已经全熟了 汁水都不一样 这个完全没汁水 所以建议还是煎的这种七成熟 会爆汁特别好 刚才吃完了 这个M3 然后是4-5的 这一次我们煎的不要那么熟一点 这个铸铁锅煎牛排也最好了 大家放在那里煎 先不要动它 等它上一下焦化层 其实有条件的话 最好碳烤的拿来先锅里面分个边 先分个边 45的这个花纹非常漂亮 出这样的血水 我们就可以给它画面了 这个焦化层还可以 这个很漂亮 我感觉这个M5的一个人这么大 以后都吃不完一块 吃不完一块 这两个人 这个锅烤的也有点出水了 给它换一下 还是差一点 加了程度 还得多烤一下 给它换个面 这样差不多了 我给它关掉 用这个铁锅的鱼温 再给它加热一下 给它拿出来切进去看一下 又成熟了吧 还可以 有一点点粉 七八成熟吧 煎的时候最好是煎成刚才这种状态 会爆僵 这个锅烤的应该差不多了 其实要烤成这样子 这样子漂亮 拿过来切一下看一下 切进去看一下 哎呀 这个还是 还没出够 它再放一会的话 它应该也会水一下 对 来 咱一下 来 咱一下 人鸡人尾了 我觉得可以 汁水更多一点 我觉得这个的油脂 明显比刚才M3的烤很多 多很多 很明显 吃到这里的油的香味 很明显 眼露给它贴一下 这上面是眼露梅 中间也可以一样一样 这个眼露绝对好 这个眼露刚才那个就有很大的差别了 刚才这个煎太稠了 露全白了 它汁水都没了 这个你看 粉粉的 快点夹一下 还有很多汁水 你看到没有 很香 香 这个粉粉就真的不能煎太干 对对对 不能煎太干 一定要有一点点汁水 非常棒 其实我还是喜欢 就是这个系列 你看它这个带有一点点筋 然后边上带有一点点油 我觉得这样子是最好的 这个方式不宜 有人喜欢吃嫩的 有人喜欢吃带的 对 我就喜欢这样子 好吃 这汁好多 它现在你的葱味更足一点 哎 我的这个45的就很好了 45是合作分手里 我觉得到45的话 其实到67的话 也吃起来是十倍不大 那45就开了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 这个一般的木酒的和牛 没有这么漂亮 这个是纯种和牛 这个一定要烧到冒烟 这个不得了 这个等级绝对是一级半 这个也要放进去烤 说你们有一说一 今天这个牛肉 我能吃得出来 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0-3跟4-5 一吃就有很大的区别 上一次那个 不是我说自己 它就还是 品牌选择也很重要 对对对 上一次那个就完全 四五六七吃的 没有明显的区别 就久的会有感觉 就还是有一点点差距 但今天这个0-3 4-5 差距太大了 香味啊 汁水啊 有一所以有一所以真的差距太大 这个现在汁水有这么多出来 差不多了 该换一遍 这个焦化成可以吗 对对 它这个油脂都够均匀 这个稀冷的也差不多了吧 哇 这个烤的 这太漂亮了 这块真的 刚才有没有感觉 碳烤的会比这个 这个铁锅煎的会更有烟火气息一点 烫炒的话可以更香一点 香一点 木炭的香味也可以融进去 可以了 来来 接下来看一下 哇 太熟了 还可以 汁水还有啊 还有还有还有 还是有汁水 对对对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煎的其实已经挺熟了 汁水还是很多 这个稀的 爆浆啊 吃一块吧 来 就这样吃一块 这个有没有 吃的有没有 吃的有没有 还是很难 非常难 真的很漂亮 有油脂有鸡膜 哇 非常的 这个滋味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这个酱油的那个 差几倍了 放一倍吗 放三倍 放三倍啊 嗯 差三倍 一入口就感觉会化 看到那种 对对对 太了了 这个太了了 那以为说这个吃 吃两块就腻 对 也吃不了多 一块的话 肯定可以分几次 看下这个也漏啊 看下几成熟啊 硬件的问题 也熟了 换在锅里换太久了 锅里面这个铸铁锅的油很高了 这个吃醋 哦 不得了 真的不得了 又换翻车 换在那里 该吃的时候换在那里 这个翻车了也好吃 吃不完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找人强迫回家 有没有下巴 愿意让我强迫回家 原汁原味 我先来整一个 你先吃一下 试一下 有没有特别的经验 有点甜味感 是吧 甜的 太了了这个 我觉得它跟锅里面 口感两个面对差不多 因为它这个煎的比锅里还要熟 这个肉真的是非常好 但是也吃不太多 我个人没有粘度去吃这个 这样一条一条 差不多五条 太腻了 好吃 很香 汁水很多 不能常吃 偶尔吃 不过说实话 就我整体吃下来 个人推荐4-5的 就已经足够 足够屌了 这个价格花了三倍 但是它的体验感 真的完全不一样 条件允许的可以试一下 偶尔试一下 对 偶尔试一下 0-3也很好吃 但是跟4-5的比一下 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但是它价格可是是 划算很多 那就获得品质 你要帮我把控好 这个我们自己也试过 以后不管是哪个品牌的 你一定要先试好 品质就是对标这个 我说今天这个品质 绝对换不了车 好吃 只有轻身的就是体验 对比过你才知道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的 品牌真的是很重要 如果买一公斤的 觉得价格贵的 小伙伴 可以考虑一下 一整条 你可以拉身边的朋友一起买 会核算很多 这样的话就运费就省得很 对 你可以去就是外面的那个 度品市场上去问人家 他们这种品质 这种等级的 价格多少 可以对比一下 我们有没有卖贵 我们是给你们包邮到家的 还有其他的费用 还有包财 打包费 运营的费用 对 如果觉得一条的价格 还是很贵的时候 那么就看视频支持一下就可以了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产品 性格也说的 对 对 对 在我们这边买 百分百承诺 不能踩坑 放心 百分百不能踩坑 小文哥监督我 放心 OK 那么这就是这一段 记得点赞告知我们下期见 拜拜